因為經濟部這個部長 腦袋很清楚 我們跟著他走 我們絕對不會失敗了 現在有說這句話 你一直想說 現在那個新的核能 新能源 絕對會落實的 這算是當面 爆了經濟部長郭智輝的雷嗎 這下子讓人更好奇 工總理事長潘俊榮 和郭智輝兩人 私下還聊了什麼 他認為台灣必須要 用新核能來期待 才能解好很多問題 才能把電費降低 電費的問題是企業的擔憂 也是在國際上競爭的 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兩人討論的新核能 指的是核融核 和小型模組化核電廠SMR 前者實際商轉人遙遙無奇 但後者多國都有發展 事實上潘俊榮曾向賴總統 表示核能重要性 七大工業國都認同 核能是最乾淨成本最低的能源 這個我怎麼越聽越像表面上 在稱讚我們 但實際上在表達他的很多的擔憂 陳業界對台灣能源的憂心 副總統聽到了 而關心新核能技術的 不只工業總會 還有中研院院長 因為他在總統府 氣候變成委員會當中 建議政府用新科技提升 核能安全性 這一些言論是否代表您對於國家能源的發展 是不排除核電的 從技術上來講 這些是可行的 是可行的 所以您不排除 是的 承認核電研究有其重要性 不過目前中研院沒投入核電 直接研究 蘭偉質疑氣候變遷 對次委員會結論 不減少火力碳排 而是把中研院納入節電目標 似乎沒對準下藥 我想這應該是先從這個全民意志開始 意思是工部門要以身作則 但2050要達到 建林轉型目標 肯定不能只是含含 省電口號 不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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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期待 可行